《幻影之下》 哈囉大家好 我是八月份中立光影電影館的主題樂策展人蘇文勝 很高興為大家介紹八月份《幻影之下》這個電影專題 八月份《幻影之下》為了《幻影之下》準備一系列非常精彩的片單 這些片單從內心深處的《心靈探索》到《天馬行空》的《奇之幻想》 內容精彩又多元 希望藉這些電影將故事中的感動分享給各位觀眾 《幻影之下》有許多不同的單元 相信各位觀眾都能夠在這些電影中找到共鳴 歡迎大家來管欣賞 我在八月份的主題單元裡面要特別推薦兩部電影 一部是2002年的名稱探柯南劇場版《貝克街的亡靈》 《貝克街的亡靈》是名稱探柯南劇場版系列的第六部作品 《貝克街》它就是名著福爾摩斯裡面福爾摩斯住的那條街道 這部劇場版電影描述的是有一位天才少年 他利用人工智能發明了一個虛擬實境的遊戲之後 他就離奇的自殺了 所以柯南一行人就必須親自進入這個虛擬實境的遊戲來解謎 來找出這個天才少年的自殺之謎 那值得一提的是 是名稱探柯南從1997年開始每年推出一部劇場版的電影 然後他們每一部劇場版電影都刷新前一部的票房紀錄 那到2024年最新的100萬美元的武林星 這已經是第27部劇場版電影了 大概已經到了30億台幣的票房 所以各位觀眾不妨借這個機會進戲院重溫第六部的名稱探柯南劇場版 來從頭注意一下這一部名流青史的劇場版電影 另外一部是2018年的好萊塢劇片一集玩家 他描述的是在2045年這個近未來 那地球上大部分都是貧民窟 人類為了逃避現實就進入綠洲這個虛擬實境的遊戲裡面 然後主角韋德他意外在這個遊戲裡面發現了這個遊戲的彩蛋 於是他和其他角色共同闖關的故事 那值得一提的是一集玩家這部電影呢 他大量致敬了從80年代到2010年代 東西方的經典動漫角色 包含日本的阿基拉 然後哥吉拉 快打旋風 鋼彈 然後還有美國的鐵巨人 金鋼 相信從80年代出生的觀眾到2000年出生的觀眾 都能夠在這部電影裡面找到滿滿的回憶 希望大家可以來一款欣賞 好 之所以會介紹貝克街的亡靈跟一集玩家這兩部電影呢 是因為這兩部電影一東一西 跨度了16年 可是共通點都是在描述人工智能跟虛擬實境遊戲 大家可以同時看到2002年的創作者跟2018年的創作者 對於近未來的想像 那同時也可以檢視身處2024的我們 就是我們身處的這個當下就是當年想像的未來嘛 那身處2024年的我們跟當年的想像有什麼不同 那將數十年的跨度融縮在兩個小時的電影裡 這也是電影可貴的地方 8月到中立光影電影館可以看到這些精彩的電影 那8月11號我也會到光影電影館為電影薄荷堂進行應後座談 那這所有的電影票呢都可以透過活動通 從AQPASS免費鎖取希望大家都可以來參加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參加 空間中立光影電影 連雨下就能夠來參加 一般的電影 進行中立光影響 集中立光影響 進行中立光影響 進行中立光影響 進行中立光影響